我们在约宝很多地方买过肯德基 但是有一家必须要提的 就是 黑布尔的肯德基 他在黑布尔的中心 那天店里没有什么人 但是店外面的所有人都在看着 这个店里的这些场景 就是一个黑人保护着一个黄种人 黄种人手里拿了一个摄像机 然后再去买肯德基 在 去买肯德基的路上 有一个安保人员跟着我 袖子里 他的袖子里 左手的袖子里藏了一只紧棍 兜里 穿了一只胡椒喷雾 右边的腰上叠了一把九毫米手枪 我买肯德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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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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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当时确实紧张 我那天的动作是这手 我自己 左手在拿着一只狗口肉 右手在摸着我的裤兜 我的裤兜里揣着一把刀 一把随时可以打开的刀 因为我没法在南非合法佩戴枪支 所以我摸着一把刀 非常紧张 看到了吧 我在这买肯德基 看看这是什么一个 肯定 看 哈哈 看看 看见了吗 你们知道 这不是银行 这个是卖肯德基的 一扇一扇的防弹玻璃 然后买东西呢 都是这种大抽屉 糠拉出来 把钱扔进去 这是给我的钱 然后在 它的肯德基 没有全家桶 为什么没有全家桶 它只卖鸡块 不卖全家桶 是因为 它那个抽屉放不下 那么一个整个 整个的全家桶 现在给我倒了 虽然没可乐 但是 看看我怎么拿着 谢谢 谢谢 跟银行取钱差不多哈 然后只是买了杯肯德基 拿了那杯可乐 我一手拿着 Gopro 一手拿了一杯可乐 当时 我在这只手里 已经没法再摸那个刀了 非常紧张 最快速我都跑过去 上了车 看到了吗 肯德基 竟然以这种方式防护 防弹玻璃 然后银行的抽屉 简直是不可思议 对 在约宝呢 我也很奇怪 说为什么这个地区的犯罪率 会这么高 那当时经过一些了解 就是因为 首先在约宝是没有死刑 这一说 那其次在约宝呢 枪支泛滥也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 很严重的问题 很多人认为 抢劫是一个 很容易的工作 那包括 随着南非的经济 越来越发展 那在非洲其他国家 一些贫穷的国家 有大量的难民 涌入南非 来寻找 来做他们自己的 这种发财梦 那这些外国难民 进入之后 最容易的一条 发家致富的道路 就是抢劫 270离开Cubro之后 去了一个 截然不同的地方 在这儿 你会遇见 每个工资 只有八百兰特的穷人 也可能遇见 每个收入 高达百万的富人 他们之间 只隔着一条街的距离 这是一个 截然不同的区域 街道非常干净 然后 大门 高墙 电网 然后每家门口 几乎都有保安亭 这个大门一看 就不是普通的大门 很贵的那种大门 这就是 豪登区 是南非的富人区 是约翰内斯堡的富人区 身处这片街区 让二百七 他们感觉到了 置身于另外一个美丽的世界 仿佛不在约宝 这就是南非 严重的贫富分化 让天堂与地狱之间 只隔着一条街 还有人跟我打招呼 红在约翰内斯堡 在这儿我就可以在街上随便的溜达 这儿被称作是 南非的曼哈顿 对 南非在非洲是最有钱的国家 约翰内斯堡是南非最有钱的城市 这儿是南非 是约翰内斯堡最有钱的地方 第二天 中文字幕殿佛 10日宝 第一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